中文廣播剧 看海的日子 离开的这几年 我会突然想起小时候 那些看海的日子 小威 跑快一点 等一下啦 我的鞋子要掉了 再慢一点 就看不到大船入港了啦 干嘛 这边才对啦 那条路是往山丘的耶 傻瓜 在山丘上才看得清楚啊 我们最喜欢在这个山丘上 你不是说有大船吗 有啊 你看 在哪里啊 你看这座山丘的影子 像不像大船 我们俩就是船长和水手呢 哇 真的耶 小威 我们是陆地上的船长和水手 我以后想要当海上的船长 小威 要不要跟我一起啊 我 我不要 欸 为什么 因为海上没有这么美的地方 你还记得吗 你还记得吗 当你说你的梦想 是想成为船长 环游世界 我一听到这件事 一颗颗的眼泪 就像断了线的珍珠项链 你问我怎么了 我却只是低纸头 我却只是低纸头 欸 你可不可以不要当船长啊 不行 这是我的梦想 如果当上船长 我就可以到处去旅行 我会去到海的另一端 然后发现好多好多有趣的东西 嘿嘿嘿嘿 那这样 以后就没有人陪我一起看海了 我 我还是会跟你一起看海啊 只是 我在那里 你在这里啊 那不一样啦 而且 你不是说 你要在这里盖房子吗 你如果当船长 那房子 就没有人住了 那 那你帮我住好了 你可以在我的房子里 一直睡午觉 醒来了就看海 然后等我环游世界回来了 就可以跟你一起看了啊 你还可以当陆地上的船长呢 嗯 嗯 嗯 当初说好你要当海上的船长 而我就是陆地的船长 而我就是陆地的船长 结果到最后 你却赖皮了 你爸站着 视野极佳的山丘 在这里 睡着好长 好长的午觉 欸 醒醒啊 我回来咯 让我陪你一起看海吧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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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